嗨,欢迎来到大波奇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单击subscribe订阅吧,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最后,请给一个like,谢谢,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 向左最近求欢,郭碧婷的消息可以说受到了全网的关注,向左和郭碧婷的恋情从一开始曝光,就备受瞩目。 作为这一对明星情侣,在公布恋情后,就被网友们送上了祝福。 许多人也都认为两人,也是相当搭配,而向太传男,似乎对这个儿媳妇,相当喜爱。 之前在综艺节目中,也是对其赞赏有加,完全成为了向左和郭碧婷,这一对死皮的头号铁粉。 而向左过去有过两段公开的恋情,有意思的是这两段恋情,却都没有被向太所认可。 首先第一段便是与向左大两岁的黄碧婷,黄碧婷虽然是香港出道的艺人,但却是一位马来西亚人,早在2002年就进军娱乐圈。 早在16岁的时候,黄碧婷就与相差15岁的新加坡富商相识,并且开始了一段恋情,而且还被传出在2004年领政结婚。 此后每几年就与丈夫离婚,就认识了向左,并且很快就发展成为恋人。 但是这一段感情,似乎并没有得到向太的同意,最终这段恋情还是戛然而止。 不过黄碧婷与向左分手后,便又嫁给了新加坡的另外一个富商David Lowe。 两人交往,第二个月就被求婚,如今也是几本淡出娱乐圈。 直到2015年,向左认识了第二位女朋友王秋子,她在圈内没有较高的知名度。 许多人认为她还撞联了Anjali Bobby。 据悉当初,向太非常不满意王秋子乱花向左的钱,根据爆料称王秋子,除了花钱大手大脚之外,还有一个两岁孩子,看来也是一位离过婚的女性。 这也是让向太坚决反对的原因之一,所以这段感情并没有维系很长时间。 而向左另外一个绯闻女友,就是逢女郎王克儒了。 此前因为出演芳华中小芭蕾一角而被熟知,今年刚刚二五岁。 此前由于向左和王克儒一起逛街而被媒体拍到,还被港媒称,王克儒已经被向太所认可。 不过对于这段恋情,向太和向左都是否认的,表示两人只不过是普通朋友,还没发展测好难过为了恋人关系。 不管向左此前的感情生活如何,现在既然已经向郭碧婷求婚,并且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。 我们还是要祝福这一对明星情侣永结童心。 谢谢您的欣赏,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,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,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及的更新,谢谢。